月季这个植物现在正值它的夏天 那如何养护呢 主要是管好水肥 一般说来像这种灌符的话 浇水的话 一天左右要检查一下它的重量 一个粥给一次美乐科的花卉型肥料 或者花多多二号 就能支持它把现有的这个花苞打开 并给它它竭尽所能的全日照环境 当花开过以后 一般说来 棒棒糖不要剪得太重 就是花和花头下面一对叶子左右 修剪了之后 要让它在这个上面尽可能的圆润 一定要下面去看底部很多窝心的芒子 细软的弱小的不带劲的 还有枯萎的还有黄叶的 这些都是常态 可以进行一些栽除 刚刚修剪了花的这个时机 可以进行一些预防性的用药 例如说想要控宏蜘蛛 就可以用千百计的矿物油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 或者是家里有孕妇的话 通过洗澡的方式 每一周给它这样子清水洗澡 这样子冲它的叶片背面 是有效的控制和预防红植株 对于继马小黑飞牙虫 控制小虫子的这一个免稀色的药剂 叫做千百计的花有效 预防性用药的话 重点是喷药周全 就这样对着它喷 所有的这个叶脉全部打湿 然后呢还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喷一喷 一般说喷药预防的时间 要选择早上或者傍晚 还有刚刚修剪以后叶片比较老的时候 预防性的话 半个月左右用一回就起作用了 但是已经生病的要去治疗它 就有可能每隔三天一次 另外一点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暴雨的时候把花摆一下 避免到暴雨暴凝白粉病和黑斑病 可以得到大幅的控制 这就是月季夏季的养护的总结了 关注海蛮 陪你撞花拜拜 拜拜